大家好,大家看到又是括弧了 就是天正沙秋诗中的一句 有一题会问回的,所以我们对回这个 他说,成篇文章讲网媒子学 他说对这个词语的语言色彩,有不同的运用 他说你认为文中引了这个词语池造出来 他说他有什么形象色彩在里面呢? 首先我们说过,上次有视觉、听觉等不同的感官 首先他有视觉上 他有视觉上的形象色彩,或者是色形也可以 因为他包括有三个景物 有三个景物 第一个,藤 第二个,树 第三个,烏鸭 它也是一种异象,或者是一个形容词也可以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形容词,或者是一个异象的词 因为他说到了,枯毁了的藤枝 然后是一个枯毁的 然后,树是为何? 它是衰老的 然后,最后是一个分层的烏鸭 首先你讲了视觉一分 然后你解释这个形容词 加上这三个形容词 譬如,藤是枯毁了的 然后,树是衰老的 然后,第二分 然后,你要解释到它是一个鲜明的图画 给人一种是什么? 可能是很悲良 虽然没有标准的答案 但是,你也可以写到 譬如,它是悲良的 它是绝望的 负面的一些词语 那你就会拿到最后的分 因为,哪三个字给到你呢? 你可能如果说,这一分我不占分 但我想解释多一点,也可以 例如,敷字 老字 和分字 都有形象色彩 OK? 那就写下了 是有不同的形象色彩 那就是这三个字 敷,老,分 那就是那首诗出现 OK? 那我就对这个